在上一个阶段呢 我们其实聚焦在全民社造行动计划的这个重要的资讯 还有就是来自评审老师 以及获奖团队的角度的一些提案的小撇步 那在这个讲座的尾声呢 我们想要邀请三位的讲者 针对对于这个社区事务 社区营造有兴趣 也期望能够成为社区永续家的青年 给予一些鼓励跟建议 那所以首先想要邀请子惟来分享 就是你在这个全民社造行动计划当中的收获跟学习 以及呢 针对也想要投入的 这个未来的学弟妹 给予一些这个鼓励跟建议好吗 那我们请子惟先 好 那其实在这几年的提案过程 其实真的收获和学习很多 包含我们自我成长的部分 那除了说社区营家提供我们的奖金 跟有一些媒体的采访啊 曝光甚至是共学的这样的机会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也鼓励现在的年轻的伙伴们 其实真的想要做一些事情 真的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然很直接是你可能要让 有效的共同方式让人家可以理解 那最直接一个方式叫做写计划书 所以在这个网路上的250个字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怎么透过这250个字 可以感受到你的情感之外 甚至是你写的内容 可能过去哪一些事情 你其实你在每次在写这些文章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就在反思你到底做了多少事 也反复告诉自己要怎么样沟通 才可以让人家理解你做什么事这样 那当然其实想很多都没有用 重点是你真的要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提案这件事情 那所以提案过程里面怎么样去写计划书 用250个字之外 未来进到晋级之后的这个计划书 包括搭配一些图片也好啊 一些表格也好 老师其实刚刚也点心我们说 其实还是要有一些数据的 让人家可以在不认识你的状态之下 知道你做哪些事你有这些数据可以说服人家的时候 当满意度的调查也好 那透过我们平常在分享过程这种情感的表达之间 其实情感跟这种理性的沟通的这个平衡之中呢 其实就可以达到你真的想要提案过程里面的这个加分的效果这样子 好谢谢子惟的分享 那接下来想要邀请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担任全民社造行动计划的评设老师的这么长的时间 看到参与的团队有哪些成长能跟改变 那有没有对于就是未来新的可能会加入的这个 社造团队有没有什么样期许 那邀请老师 好 那个其实新一房屋的社区一家计划 现在叫做全民社造行动计划 是所有这个在赞助社区营造的 不管是官方的或民间的计划里面的 最没有束缚的计划 用一句子惟的话来讲最free的 最free的 也不用和销 然后呢 你也可以买设备 所以有种种 所以他的竞争也很激烈 然后大家很多都会来提案 提案有成有败 那有时候会得到总指奖 或者鼓励 也有人从一万块的总指奖 启动了他的社造梦想开始做 也让我们很感动 他下一次来就得奖了 那所以呢 如果他最 其实这样的一个计划 比起政府部门很多计划 最利于实践自己或者团队的理想 然后的一种赞助计划 所以我们除了鼓励大家来提案之外 不要担心自己会没有中 还是怎么样 透过那个提案的过程工作方的学习 其实自己也会成长很多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刚刚问我成长的问题 改变的问题 那我看这几年来呢 从新一房屋社区一家的计划 扩散到其他政府部门的计划 或从其他政府部门的计划先做 发现新一房屋社区一家计划 再来做新一房屋社区一家计划 都有 然后呢 几乎是遍地开发 然后大概有一种三种类型 一种叫做种子型的 就是说 我说的不一定得到种子奖的啦 就是说它是扎根的从一件小事 没准开始做去 然后呢 另外一种就是 那个树苗型的 树苗型 那再最后一种是大树型的 甚至总统文化奖 我们新一房屋的很多获得赞助的设计 有好几个总统文化奖啊 像牛里花蓮的牛里社区交流协会 等等都是总统文化奖 所以呢 那个 我们期待大家 不一定你一定要成为大树 才是表示你很有成就 如果你可以做好你的种子 然后呢 它有时候成为树苗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装造很多树林 让到处遍地开发 有大树有树苗有种子 它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的 生态链一个循环 这样就会最重要 做得最好的 就是做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现在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它比较难 它要涉及地方的产业 跟牵连人口回流 所以它会比较难 那所以我们新一房屋社区家的计划 我们新一房屋的创办人 我们周董事长 它这两年开始支持地方创生基金会 地方创生基金会就是要以 新一房屋这么广大的社区营造的基础 然后几千个上万个团队 提案团队 然后再去淬炼出 可以进行产业地方产业改造 然后创造经济产值 留住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的做法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大家 各自在不同的角色上 得到各自的成就 不管你是树苗还是大树 我们都很欢迎 好 谢谢老师 那最后就是想邀请新一房屋的淑屏 跟大家分享全民社造行动计划的重要时程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好 那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片之后 我们大概剩下没有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大概是4月30号会截止报名嘛 那我们报名的程序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刚提到的就是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的资料要填写完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 你的那个背景啊 还有就是各个项目的这些栏位要填好 那其实过去常常会有人会去问我说 大概提案量会有多少 那我觉得也延续就是卢老师跟那个子伟这边的分享 就是你不要太在意就是现在会有多少人来提案 应该要重点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摘要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定要记得是在4月30号之前 那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呢 我也做了一个板板 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4月30号报名完之后呢 我们从5月1号到5月30 就是评审老师们的那个看大家就是 这个1250个字的那个审查的时间 然后会在5月31号的时候就公告 有哪些单位会通过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你要记得5月31号一定要回来官网看一下 就是自己自己的那个成绩 然后还有就是评审老师给您的意见 那有超过10分的伙伴呢 我们就接下来在6月15号之前准备你的计划书 那计划书呢就是 呃不要再问我们有没有格式了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格式 然后但是我们有一个规范就是 我们不要收太后的太后的计划书 我们大概就是呃 有有规定 20张的A4值 就是大家最多可以写40页 这样子 那也不要多 然后大家记得就是一定要写重点 然后不要再问就是会不会获奖 然后谁比较容易获奖 就是把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表达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在7月1号到8月31号会有一个工作坊 然后这个工作坊就是刚刚子维讲的就是你会在你的那个区域当中遇到就是跟你一样要提你计划想象的这些伙伴 那大家也就是可以认真的去聆听一下就是别人他想要做哪些事情 那也许有机会就是我们自己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他会是我们的老师 那也有机会是 就是你现在在报告的时候你也会成为别人的老师这样子 那我们会在9月30号的时候会公告就是最后的获奖名单 那这是今年的那个整体流程 那也请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社区一家的那个FB粉丝团 因为我们在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公告 公告或者是一些讯息放在上面 那这一阵子我们也会针对就是有关那个SDGS的一些案例会放在那个持续的放在社区一家的粉专也好 然后或者是官网也好 那我们都会放在上面 那官网里面其实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专区就是社照知识云的专区 也可以看看就是别人过去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要怎么样跟他有一点点创意不一样都可以从里面去看 对大家是稍微提醒一下 好 谢谢淑萍 然后也谢谢紫薇跟卢老师给大家的勉励 我补充一点 女士要做结议 对不对 因为刚刚有一点那个一定定成一条我没注意到 顺着那个刚刚淑萍的话 好 我们新一房屋 那个也其实有很多评审 是从提案者而改变过来的 从最早期一直累积一直到最近最新的就是花莲同富国小 西富国小 对 富理师阿姨 带着一群小学生 连续获奖 然后就成为我们的评审 然后以前那个校长 台中的何校长也变成我们的评审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所以各位都有机会成为评审 社区营造是以造人为目标 执行的那个成果固然重要 但是那个执行过程对人的影响跟改变也更加重要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计划加以凸显 那也是我们乐意见到 祝你获奖获得赞助 好 谢谢老师最后精彩的补充 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讲座其实非常的丰富 就是有很多这个计划基本资讯 然后也有很多过来的分享 甚至是评审视角的勉励 所以就是很期待大家可以在你接下来的这个看到影片之后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准备 那就是很期待在今年的这个整天可以看到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三位讲者 非常的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